挑衅 港媒 美军爆杜威号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 原标题 又挑衅 美军这是嫌动静不大有些失落吗? 香港东网31日发布独家消息称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西姆斯当天证实 美军导弹驱逐舰杜威号 于本月22日曾穿越台湾海峡 东网称 相信是今年首次 据报道 西姆斯宣称 美国海军本月22日进行通过台湾海峡的例行活动 杜威号在国际水域航行行动符合国际法 西姆斯还老调重谈声称 此次穿越台湾海峡 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东网提到 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月上任后 自2月至11月平均每月都有至少一艘美军舰艇 通过台湾海峡 每次都会事后公布 对上一次公布已经是去年11月23日 直到31日在东网查询后 美方才承认本月有军舰过台湾海峡 但没有透露去年12月有否执行相关行动 针对美国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失忆陆军大校 此前曾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对美舰过航 行动全程跟前警戒 美方频频实施类似挑衅行径 充分说明美是台海和平稳定破坏者 台海安全风险制造者 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发言人向下队 美方日落坏者